欢迎收看亚洲旗王 我是曾英杰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三月期日 今天开高之后 出现了一个先杀后拉的区间震荡盘 中场现货下跌26点 三月期指下跌了31点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整个三月期指今天的一个走势图 这是今天整个三月期指的走势图 开高没多久之后 在现货一开盘 瞬间急杀到9551 其中最高价它叫9632 在9点现货一开盘的时候出现 最低价竟然是在开盘 现货开盘9分钟之后出现 这中间急杀了81点 只是9分钟的时间 急杀了81点 来到9551之后再往上拉 呈现一个区间震荡盘 今天高低点的一个价差 刚刚好就是81点 又是一个算是蛮大的一个行情 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各位 除了要讲解我们的棋子当中专业操作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连续一个礼拜 应该是说四天 这一个礼拜从3月2号 3月份的整个棋子 到今天已经迈入了第四天 行情可以说是上上下下 可以说是扑朔迷离 怎么说 在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投资朋友 很纳闷的一件事情 到底这个盘现在在这个 9600多点 到9500多点 接下来到底是上看万点以上 或者是他会直接下探 我想这个是投资朋友 你最想要知道的答案 因此除了讲解我们今天的操作之外 我个人也要提出一个 我个人对目前盘式的一个规划跟看法 除了提供这样的一个看法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你 配合我的看法 到底要怎么做 才有机会掌握到价差 才有机会掌握到赚钱的机会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除此之外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 在今天这样上冲下行的行情当中 又因为观念 没有很清楚而受了伤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一件很重要的观念 怎么样重要的观念 各位 棋子的操作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反败为胜 棋子要怎么做才能够反败为胜 我想任何人在这个市场里面 金融市场里面 每一个人都不是声明 都会有做对跟做错的时候 可是他如何在做错的情况之下 你用正确的观念去应对 让自己能够持赢保态 不会在这个市场上毕业 这个观念我想投资朋友 你只要看完我今天的节目之后 你把这个观念 牢牢的记在脑海里面 各位 未来 你就算想要在这个市场上成为输家 那都是会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都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此今天的节目重点 我综合的归纳一下 第一件事情 到底现在耍来行情 是要往上看还往下看 这个大家就有兴趣了嘛 那往上看要怎么做 往下看要怎么做 有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是今天的节目的一个重点之一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 万一在这个棋子的当中操作里面 不小心看错了方向 到底要怎么样应对 才能够反败为胜 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来到市场里面 都是想要贪钱嘛 没人想要输嘛 就是说你是好人 你也没想要输嘛 当然大家都想要贏嘛 但是贏有贏的关键 贏有贏的方法 那究竟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这老师如何呢 持音跑代的 在度过今天的当中操作 首先直接先来带到 我们的棋子的一个当中操作 那么在今天的棋子当中操作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做 老师我知道啦 当然一开盘就是要做空嘛 最好是在9630 962级这里去做空嘛 那问题是会不会有人做错 那当然会有啊 我第一个举手 我第一个率先举手 我就是其中一个 买在天花板的猪头分析师 真的是如此吗 来我不怕各位笑 来看一下哦 各位 我说任何人都会看错行情 包含这个实战经验丰富的亚洲旗王 也会偶尔出车 今天我们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有得持音保态的度过今天 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第一门 只有这8点49分 那这个旗握刚开盘4分钟 我就做了一个猪头的动作 什么样猪头的动作 也要清楚的跟各位交代 旗子目前在9628附近 哎呦 直接试驾做多 啊这糟糕了这下 买在这个天花板这拉近 9628在这 我是在这个地方做多 啊打这些还啊 这就是一撩撩80点 各位这个就是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啊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持音保态啊 各位请你耐心的往下看啊 我们今天第一笔 他很明显的做错嘛 为什么做错 啊这几乎买在天花板的 最高9632我们买在9628 这当然是绝对天花板嘛 今天的第一笔单做错 9628多单进场 啊打这些还啊 一笔单你又叫会员做两口大台子 那要怎么样反败为胜 各位 如果你在过去 曾经是我的忠实收视族群的话 你一定会记得一张字卡 什么样的字卡 来各位 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字卡 当然有些人呢 由于是刚收看我这个晚上10点半的节目 你可能没看过这张字卡 这张字卡如果你没看过的话 请你一定要拍照下来 然后带在你的拼 一世人都给他记住 什么样的杖 来来来来看 只有这齐王语录啦 齐王语录第二识 看错方向 没有什么其他有的没有的 落力巴措的理由 就只有那么一个字 什么字 他叫做砍 砍这个字会写吧 这个是谁 这个是武圣关公 关公最厉害的是什么 驾官都跟脱 驾官都跟脱 看错方向 就是要像关公一样 就是砍下去 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去凹单 没有第二种选择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凹单 因为凹单啊 绝对是大赔的元凶 很多同事朋友在过去为什么会赔大钱 赔10点的时候不砍 赔20点的时候再看看 赔30点的时候开始砍不下手 赔100点的时候去做摊平 整个大波段行情出来的时候 一赔可能一波行情 就赔掉千点以上 所以这个地方 我说了 你只要记住这个原则 未来操作棋子 你只要记住这个原则 看不到就是只有一个字 让它凹 就是整个把它凹掉 都不要再想其他有的没的 纵使后来行情 它跟你原先看的一样 那也不要懊恼 因为在你的操作字典里面 你只能容许小赔 不能够让大赔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当你看错方向的时候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果断的把它砍掉 没有第二种选择 那么我会这样讲 代表呢 我一定会这样做 那这笔单很明显的9628 我们是买在天花板 可是我说了 看错方向 没有第二种选择 只有一个字 它叫做砍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有砍掉 9点02分你来看 现货开盘两分钟 现货开盘两分钟 9628附近的多单 全部市价平仓 9628附近的多单 有没有叫会员市价全部平仓 就9点02分就砍了 9628多单 9点02分市价直接砍仓 想都不用想 就是市价直接砍仓 9点02分大概会砍在哪里 9点02分大概会砍在9615 9615 这个地方 我承认 我们是发生了小损失 这个地方 直接市价砍仓 两口多单 9628 砍在9615 总共损失26点 好总共损失26点 接下来我就要教你一个重要的观念 这个重要的观念 才能够让你反败为胜 什么样重要的观念各位 我想很多投资本在操作棋子 那个脑筋 不像打败 脑筋是死的 但是在期货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 做多也能赚钱 做空也能赚钱 既然做多也能赚钱 做空也能赚钱 那就绝对不要去当死多头 或者是死空头 因为一旦你当了死多头 死空头 只会空不会多 或者是只会多不会空的话 那么很抱歉 当你遇到一波多头行情 或者是一波空头行情的时候 在多头行情里面 死空头你会死得很惨 在空头行情里面 死多头的头 你会死得很惨 因此棋子 它是必须要灵活操作的 你必须要学会反手 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 长长久久的怎样 持赢保态 那么刚刚交代完多单 我们的多单赔了几点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9615砍掉的话 总共是小赔26点 两口单 总共小赔26点 那接下来下一步的动作 就是曾老师 带会员反败为胜的证据 请你仔细看 9点04分 砍完空单之后 各位砍完空单的时间在哪里 9点02分嘛 9点02分砍完了嘛 9点04分我马上发一个讯息 其实目前在9604附近 因为早上呢 行情杀得比较快比较急 我看到这个价格 大概在9604的时候 我赶快叫会员 赶快试价进场去做空 赶快直接就试价做空 不要怀疑了 9点04分 我们反手做空 那这当然有产生一些滑价 那这滑价呢 试价大概我看过 会成交在9600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是怎么做 9628去做多 但是很快速的 在9点02分 9615那附近全部砍仓之后 9点04分在9600 反手做空 来一样 不管做对做错 都是两口大台子 那这一笔单呢 我们呢 也比较保守的来操作 为什么 因为第一笔单错了嘛 那第二笔单当然要小心处理嘛 那这第二笔单的这个空单 9600 我到底请会员补在哪里 接着请你往下看 9点09分 刚刚好是今天的低点附近 刚刚好是今天的低点附近 我们今天就是做了两趟单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低点 是不是刚好在低点出现过后 对吧 低点出现过后 这9551嘛 我们在9点09分 赶快告诉会员 来 9600点的附近的一个反手空单 当冲会员可以在哪里 这边打错 后来会员都知道是在9565 也没9665这个价格嘛 那今天最高9632嘛 所以这很明显是打错 而且当时的价格 绝对在9560几点 9550几点那附近 没有9665这个价格 所以我这边写个比误 我们来看一下 9600点附近的市价反手空单 当冲会员可以在哪里 9565附近市价出厂 9565附近市价出厂 那当时的价格最低来到9551 那这9565一定补得掉嘛 这不用看了嘛 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啦 9565应该补得掉 一定补得掉嘛 所以在这一笔单我们做的比较保守 也抢的比较短 利用快事急渣的情况之下 我们赶快请会员在这个9565这附近呢 做一个市价出厂的一个动作 因此今天反败为胜就是靠这一笔单 9600点的空单把它空进去两口之后 当冲的会员在9565补掉 跌70点 整个逆转胜 为什么逆转胜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笔单损失几点 这是损失的点数 大概20几点 这是下跌的点数 大概70点 下跌的点数 远远大过于损失的点数 当然就是反败为胜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一个战果 观念正确 持盈保态 9628做多 虽然买在天花板 但是果断的退场 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9628做多 9615出场 损失26点送给他 9600空回来 9565把它给补掉 反败为胜 今天小菜一盘跌44点 所以在今天我并不是要强调说 我们操作的怎样 这个点数啊 有多大 我是要借由这个机会来告诉你 虽然我会有看错行情的时候 但是第一个 我看错行情 我有没有闪躲 我有没有欺骗观众 我有没有欺骗会员 我绝对不欺骗观众 也不欺骗会员 我说过我在电视上 我有做什么动作 我就会说什么动作 我没有做的动作 我绝对不会说 就像这个 我有做 我才说 我如果没做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我有去做空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样的节目啊 它才具有公信力 而且我说了 我这个节目啊 如果存心要骗你的话 我干嘛还告诉你 我在这里做多 各位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干嘛还要告诉你 那为什么我要说出来 因为我知道 全国的这个家族成员啊 每天都一直在盯着 盯着曾老师的节目看 看看曾老师这个人 诚不诚实 也没有说 做错了就不讲 然后做对了才拿出来讲 那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我跟我家族成员 长长久久的互动关系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上 所讲的每一个动作 请你仔细听 虽然你还不是我的家族成员 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我是要把我的会员 把我的家族成员拌真感情 拌真感情 你听我的意思吗 不是要用骗的啦 各位 做什么动作 我们就老老实实说出来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不对也没什么好见识 谁都会做不对的时候 不对就是 快把他赌掉嘛 对不对 这个会员朋友都可以当见证嘛 我们做错单 迅速果断退场 虽然小赔 后面借由这笔空单 整个逆转胜 反败为胜 跌70点回来 今天就是这样子 小菜一盘44点 所以我想你刚开始看我这个10点半节目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虽然 虽然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家族成员 但是我要让你明白一件事情 在我的操作字典里面 永远只会有三种情况发生 第一个大赚 第二个小赚 第三个了不起就小赔 最坏最坏就是小赔 不可能发生大赔我还不处理 就像今天 发生的第三种状况小赔 我也是老实的面对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市场里面 赢家的模式 他就是大胜小赔嘛 他就是大胜小赔嘛 做错就做错了嘛 就是老实的面对观众 老实的面对家族成员 清清楚楚的交代 这样家族成员跟我的关系 才会走得长长又久久啊 也是一直以来 为什么曾老师在市场上 口碑可以这么好的原因 所以不用担心 我像其他人一样 会用撇会用拐的 或者是用一些甜言蜜语 好听的话来打动你 各位我要的是 长长久久的合作关系啊 长长久久的合作关系啊 那各位 今天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还是强调一下 避免误导不特定的投资人 本节目内容做一个郑重声明 操作模组不同 结果当然就不同 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 仅止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 并非论述操作 绩效点数 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 绝非保证确可获利 金融市场风险以报酬共存 过去绩效 不代表未来绩效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我想行情呢 一直在这个9600多点 没有来到9700嘛 9600多点到9500多点 这边做一个 好像是相形整理的一个格局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很容易让人家产生 扑朔迷离的感觉 这是行情的 只要起来 只要落 到底是要起来 要落 啥都没有 让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个人的看法 接下来要怎么做 这接下来要怎么做才有大情 来我们来复习一个东西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目前的这个看法 再来告诉你 这个是今天早上10点23分 原本呢 今天我们反败为胜 起始当中之后 我还要做一笔单 这个地方请你注意哦 这个看电视啊 这个就是重点哦 这10点23分 我布局什么 来你看一下拨断单 我到底是看空还看多 这里就是重点 这是你3月2周 下个礼拜三结算的 这个商品选择权 请你仔细看哦 这里就是重点哦 这里是重点哦 你仔细听哦 你不要错过 这次翻倍的机会 我告诉你 3月的2周 请你仔细看9600点的卖权 我今天请会员挂定价30点买进 今天没有成交 今天没有成交 但是为什么要请你注意 来请留意 3月2周的这个选择权 9600的卖权 为什么要请你注意 各位你自己去想哦 我为什么要锁定这个卖权 这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对于接下来的行情 我到底是往上看 我往上看 不是呼之欲出吗 所以今天虽然没成交 我们来看看今天 这个9600点的卖权 我为什么要请你留意 今天太四十了 今天最终我们来看三一了 没买到嘛 今天没买到 今天没有买到不代表明天没有买到 你要看电视如果想要赚钱的话 要看这种节目 我请你留意 我已经几乎已经把答案告诉你 我要怎么做了嘛 这不用花任何会费 我已经告诉你我要怎么做 来看波段单 我念一次给你听 别说我没说 你刚刚真的翻个三五倍的时候 你不要说老师没讲 老师是事后马后炮 我已经很清楚告诉你 我的企图 波段单三月的第二周选择权 请你给他做笔记来 9600的卖权 挂定价30点买进 当然今天没成交 我明天可不可以再来挂 那这需要花会费 不需要 那么我想 借由这个动作 我已经很告诉你 接下来行情 我到底是往上看还往下看 如果你还是听不懂的话 这样我也没办法了 因为选择权你没办 各位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很清楚告诉你 来来来 这张字卡 我今天开始讲 3月5号 请留意9600的卖权 来各位 为什么要留意 各位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啦 昨天而已嘛 280% 2.8倍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 各位 没关系 有我在 我会带领你来操作 想体验赢得滋味的投资朋友 好好把握这个翻倍的机会 我们休息一下 我不是陌生人 从小就陪伴着你 总是站在角落 即使被忽略也没关系 因为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 有我在的地方 就有你们的健康与笑容 我是贺仲牌 家庭净水系列全面上市 您喝的水贺仲关心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 珍惜所多 珍情照顾 这些电话 平了2578-3777 2578-3777 直脆天然购 天然直脆油 无心灵 无作作 防止头皮老化 收护头皮 蒙发566 直最习法录 骑王团队 骑货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 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 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 快狠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机不可施 狠 顺势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施 战胜奇货 选就选 最好的骑王团队 请播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又保 五套欧北大哦 正光金丝高 不含戴克菲尼 不伤甘 正光 家味金丝高 更有效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这一电话 平等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冬天一定要做白雪公主吗 金黄色蓬蓬香芋乳 中性无灶碱 温和滋润 减少肌肤脱屑 舒缓干燥 每寸肌肤嫩嫩又蓬蓬 做个真正的白雪公主 蓬蓬香芋乳 我爱你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牌 欢迎我到节目现场 上半段我已经很清楚地交代 我对于接下行情的一个规划 那各位我再强调一遍 不要再说我没有事先跟你说 来我事先告诉你 今天叫三月五号 我告诉你请留意这一档 三月的第二周九千六的卖权 来各位要怎么做 我也不偿失 我今天就打算这么做 只是今天没做到 明天 我一样会继续盯着这个标的 请你仔细看 三月第二周这个周选择权 这个九千六的卖权 挂定价三四点买进 各位这个你一毛钱都不用花 看我节目的价值 我直接公开的告诉你 各位 资金要控管好 请留意三月第二周选择权 九千六卖权 那为什么要留意这个卖权呢 其实在上周 有些很多人都垂胸顿煮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把曾老师的话当一回事 结果曾老师在上个礼拜预告了这九六五零的卖权 二十五点进场 昨天结算的时候大涨两百八十八 还没结算的时候我们就出掉了 来你来看八点五十六分 那昨天嘛 就是开盘开架的时候嘛 这个选择权卖权部位 我们市价全部获利出清嘛 获利出清嘛 这昨天嘛 昨天的事情嘛 只有看我节目的嘛 那昨天你错过了没关系 那机会一定在 有行情机会就一定在 来 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接下来行情你看不懂的 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 没有闪烁其词 到底往上看还是往下看 这就是答案嘛 有没有很清楚 应该很清楚吧 如果再看我我就没办法了 答案都跟你说 我要怎么做 再看一次 三月第二周选择权 九千六百点的卖权 挂定价三十点买进 真的有十一人才敢这样预告 那你说老师到底会不会 真的像你所说那样 那我们来验证嘛 那不是很简单 不要到时候翻了三倍五倍 你又在那边要摘要摘要摘 不要跟我讲这种话 要摘要摘 这些就是知道了 现在应该知道了 哪也不知道 现在应该先跟你说了 不要说我没说 不要到时候 真的又二点八倍了 这老师在看翻真准 只是我没对到 我不希望这种遗憾的事情再发生 好不好 所以在今天我不但很清楚的交代了我们的棋子当中操作之外 更重要是接下来行情到底要往哪个方向看 我也都毫无保留的清清楚楚来告诉你怎么做 怎么做 这就是实战的节目嘛 实战的节目就是要这样讲嘛 对不对 然后接着就等验证嘛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选择人不是很熟悉的 老师啊 我都一直在做奇卧 我选择全我的杀都没有 那来看一下 没关系 这几天我们的战果 这礼拜总共四天啦 今天这个杀下来 我做错了一笔单 买在天花板 但是还是反败为胜啊 也没有闪躲这一笔单啊 也没跟你玩躲猫猫啊 今天就做两笔 一笔多一笔空 先多后空 做多做错 赶快停损出场 赔26点 接着反手放空 在低档地区补掉 跌70点反败为胜 44点 这今天 前面三天 礼拜三礼拜二礼拜一 天天都做对方向 涨78点 就涨 那加码的部分 我有没有闪躲 赔就赔嘛 只要赔不多 赢的够多 你的结果就会是对的 这个就是正确的观念 大胜小赔的观念 这是昨天的一个战果 昨天的一个机会 它叫涨78点 过来 3月3号这一步下沙的行情 做两笔空单 做两笔空单 跌132点 做两笔空单 跌132点 再来看3月2号 也是下跌 你发现了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看空行情 跌160点 涨跌160点 最近的盘就是这样嘛 其实很明显你可以从礼拜一 礼拜二礼拜三 除了这个昨天 它往上涨之外 4天里面有3天 它是在跌的 那这个趋势 我认为不太适合看多 讲白话一点就这样 那至于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再掌握到这一波行情的话 想要真正好赢它一波 想体验赢的滋味的话 我说了 你不会做没关系 我懂得怎么带你做 我懂得怎么带你做 如果真的想要体验赢的滋味的话 我还是老话一句 想要赢 要嘛你本身很厉害 要不然就是只有一个条件 请你务必一定要怎样 跟 对 人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亚洲投资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资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这一地方 平等25783777 25783777 不要 不要不要 爱脸皮也要爱头皮多一点 萌法566 用珍贵洗点原料 胺基酸做的洗法精 健康头皮 强健法根 健康头皮 漂亮加倍 萌法566洗法精 萌法566 习王团队 习过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 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 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横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机不可施 横 顺势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奇货 选就选 最好的 齐王团队 请播 02 2578 3777 2578 3777 阳光海南 度假天堂 享受灰甘的快感 宠爱自己的极致饗宴 等您亲身来体验 海南旅游首选雄师 超越大函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 拥有一流的分析